大家好,我是梅山 今天大家分享三个被问的最多 收入次数最高的品牌 STRL, Teston Lee, Hankers STRL好评度颇高的国产品牌之一 Teston Lee被称为国产版的Viswin Hankers则是一个来自柔系的品牌 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热度都非常高 而且方向还不一样 如果你验证了优异库 不妨也可以瞧瞧他们 STRL来自广东江门 提到江门会想到小鸟天堂 五一文化中国桥都甚至狂飙 但似乎并没有做服装的土壤 他家一开始好像是卖T恤短裤的 现在啥都有 产品主打一式休闲工装风 讲究精致的小细节 主价位段在300到600元之间 T恤两三百 定位属于终端 但每季度出的款式都不多 反倒小物件还挺多 这是一条裤子 STRL把它叫做机能长短裤 能满足户外当山旅行榜场景 不是有几条上纸 只个贴带就能叫机能 能叫机能得要几把刷子 它起码能满足单一 或者多场景下的功能诉求 相对于传统的户外 机能还带有明显的机械感 工业感 这是一条合格的机能裤吗 面料介绍使用了定制的美国3M防泡水剂纤维 但其实是尼龙面料 做了3M公司的丝膏结处理 丝膏结是一种全服核性质 用在织物表面能达到防水 防油 防污效果 我接触比较多是用在皮革上 有些廉价的全服核性剂含有PFOA 了解不沾国的应该都知道 它很难讲解 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禁用了 所以大家别买几块钱的防水防污喷雾 3M作为这类核性剂全球最大的厂商 早就淘汰了PFOA 面料效果嘛 防水效果非常好 基本弄不湿 湿了也树干 厚度较薄 适合夏天穿 尼龙超强耐磨性 可以应对各种摩擦 也不用担心薄而溢破 表面超细的网格 及尼龙特有的起伏感 为面料带来意识风格 作为机能面料它OK 颜色也比较好看 相比面料它的款式细节更丰富 这是一条长裤 也是一条短裤 中间能拉开 去郊外蚊子多当长裤穿 去河边摸螃蟹 当短裤穿 裤子的口袋不少 一 二 三 四 五 收纳空间足够 右侧的立体袋 通过弹力赏收口 还有人质车加固 适合放体质大的东西 左侧的贴带 使用了织带装饰 让裤子的账面 看起来不那么单调 底下有拉链密闭带口 为了便于拖拉 加了赏头 但开口方向很逆天 拿东西得这样拿 或者这样拿 很有意思吗 裤子为了轻量化 采用了树枝拉链 树枝适合扣 虽然是树枝 质量在同类里还不错 裤脚处的抽绳 橡胶环 替代猪鼻扣 不仅更小更轻 走路不会甩来甩去 后腰设计了挂耳和钩环 用来挂帽子或带子 质量同样也不错 松紧摇头 不需要系皮带 很方便 宽了可以通过抽扇来缩小 抽拉 打结 或者用猪皮扣来锁住 这是一贯的做法 它很特别 胶扣上 自带锁纸功能 一拉一摁就锁住了 非常方便 这是好设计 以上的这些小物品 小细节很多 都很棒 但腰头有问题 颈轮面料不像针织布那么绵软 大量的缩皱 穿起来很个皮肤 十分不爽 三厘米高的腰头 接触面小 颈的话一勒腰 尤其是当收紧抽伤的时候 同样接触面不够 当裤子负重较大时 腰头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力 裤子容易下掉 即便有赏子 虽然平时我们也不会 往口袋里面放很重的东西 但作为机能裤子 应该要考虑到 这三点 导致裤子腰头的穿着舒适度 及效能极限下降 以后买掌圈都是像金的裤子 尽量别买这么细的 也别买皱折太厉害的 穿着难受 裤子里面套了白色网布 目的是防透 防大腿走光 从这里走光 以湿湿排汗 前两个目的达到了 但稀湿排汗不达标 板摆自己纤维 吸汗后粘力感明显 而且手感还偏硬 舒适度马马虎虎 衣服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通过缝的转移形成口袋 这三个都是 这对衣服的穿着形态没啥影响 导致裤挡处的拼接 让裤子活动变舒适 膝盖处的抽折 让下蹲更自然 这是衣服的面料 辅料 设计与细节 除了腰头穿着不舒适 其他方面都还不错 尤其是这些小物件 做过方面 普普通通 不算差 也算不算好 缺点之中在腰头附近 在穿着上面 除了裤腰不舒服 拉链处同样不舒服 每一次抬腿都明显感觉到 这里有一条拉链 而且舒服你的大腿往前移 因此穿它走路 尤其是当山 舒适度不及格 严格来说 这属于板型问题 除了裤子 还有一件衬衫 我觉得衬衫比裤子做得好 但面料不透气 也不稀罕 不过这么宽的板型 透不透气 都不重要了 要模特圈圈看 这条裤子519元 衬衫479元 裤子的优点在于面料 辅料款式与细节都在线 基本符合机能裤子的要求 每个小东西都有小心事 给人意外的惊喜 防水耐磨 可长可短 平时胶油清户外都是不错的选择 缺点在于穿着时 上和中 舒适度不够 做工也比较一般 如果你对舒适度不太苛刻 可以考虑它 适把来快是我认为比较适合的价位 衬衫除了不透气 以及板型适配度问题 没其他明显的毛病 但感觉实用度比较低 Testin Lee 早期的风格和Viswin相似 被誉为国产版Viswin 现在感觉慢慢往法式工装方向过渡 有点小复古 有点小浪漫 也有点小精致 用料以板型被人猖战 但价格也颇高 随便一件衬衫都要过千 这是一款很休闲的棉麻衬衫 刚买回来随便瞧了两眼 啥也没有 啥也不是 当我认真研究时发现 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衬衫 首先是面料 它的成分是86棉 七亚麻七柱麻 我买过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价格 不同成分比例的麻料 有一种特点极少出现 那就是精密感 麻料衣服穿着时不贴身 特别飘逸 是因为麻的纤维为空腔结构 空心的 也仗因为此特点 在布面效果上 几乎不可能做得很平很密 太平太密就极扁了 这件衣服的支数应该是100只 密度非常高 比常规100只纯棉的还要高 在棉麻混坊中 这很不常见 大家的好处是手感挺阔 不凶散 稳定性变高 不容易变形 也不那么容易皱 要知道变形与褪色 是麻制衬衫的常态 特别是欧洲的 同时 麻给面料注入了一丝起伏感 在胃漂原色的基调上 它既休闲又文艺 面料密而挺 不易变形 胃漂原色不存在褪色的可能 含麻衬衫面料的缺点 它都避免了 面料看似没什么 其实有点东西 但舒适度因为挺阔 不如有远的面料舒服 应该是中国厂日本卖 一估面料价格为130到150元每米 其次是款式 衣服的领形叫细长 领身低 偏女性化 我看他们的模特很多都是男女同款 这说明在设计上为中性取向 尽管领知 偏女性化 但领形的曲线十分优美 尤其是领尖两边的弧度 比直来直式的优雅很多 面上这场连了薄衬比较柔远 但不如了面料的飞连了衬来的自然 下面有两个口袋 一大一小 我常说细节 细节不是有什么 而是有啥不一样 能带来啥好处 右侧的贴带 灵感估计是来自西服的前胸贴带 带口长弧形微微上扬 和领子的弧度呼应 弧形带口带来的好处是 以软板很硬很板的贴带 有了手工精致感 侧边分隔出3.3厘米宽的隔断 差比不会跑来跑去 以前在香港企业上班 设计到香港卖的衬衫而破楼 一定要加口袋 方便放烟和差比 当时嫌弃的不得了 要不是工作服差子比多老气 现在过了十多年 时代不同了 再差子比 别人想 这同志 起码得是工厂师以上 身价一下就上来了 当然 这衣服风格和工厂师不太沾边 但我可以说很文艺 千万千万不要用来擦电子烟 左侧的小口袋 同样优秀 带盖和滨海环球A2皮夹克的带盖类似 弧度同样很优美 下方不是普通的贴带 它底下是镂空的 手指能伸进去 当晚口袋里面放有厚度的物品时 口袋像麦当劳的菠萝派 两边隆起 带底特别好看 上面的扭扣是手缝的 T是它品牌的手字母 幸好长这衣服只有这一粒是手缝的 要不然能把工厌缝坏 两个口袋 能说这么久 估计也就只有它了 葬中 是普通的名门筒 这里有一个扭门 纯属装饰性太小 怀表链圈不过去 后面一个折剑 这些衣服的款式 东西不多不少 有东西的地方就有细节 如果款式还没令你心动 不妨再看做工与版型 做工 Viswin被人追捧 其中一个原因是做工好 那国产Viswin是不是也一样 条纹格子面料 对纹对格是最起码的 它的口袋对得特别准 门头居中条纸 领支 袖子两边对上 但袖子与蛋干没对 这个位置是丧林的十指处 有些会很粗糙 一堆线 这件比较精致 口袋的做工很好 大概圆顺 四个角收针利索 镂空口袋底下那层的边缘 被完全覆盖 一点都没露出来 结合大概形状 长个口袋特别优美 侧缝底背面加了底贴 仗反都漂亮 侧缝单身买夹 牢固的绕脚钉扭 这些也是必备的 长件衣服的真具密度适中 走线笔之柔利 每一处都漂漂亮亮 仅从这件看 做工不比VSWIN差 在普通类型的衣服上 只要价格和数量到位 国产的做工完全可以做到 日常的同档水平 甚至更好 版型方面 衣服为威乐间的宽松版型 袖子又宽又长 按他推荐的码数购买 医生也又宽又长 单纯像个洒子一样 完全穿不出版型 强烈建议买小两码 因为码数不匹配 无法评价版型优劣 大家只能看个样 1480元 价格不菲 文艺休闲要带一点小精致 一流的面料 一流的细节 一流的做工 未知只留的版型 品牌对面料一款式的 拿捏十分大位 给人的感觉 仗如其品牌所描述一样 看起来没有强烈的设计感 但在每一处细节 都能发现物料带来的独特差异 但面料的特性 决定了其穿着舒适度一般 而且不是很常规的版型 感觉很难穿好 如果你想挑战一下 也想尝试一下 比普通休闲衬衫 更休闲的风格一款式 十款吉他价值得一看 价格税贵 但几个一流 而且还不是跑量的品牌 不可能会便宜 Hankers 一个废土机能风品牌 什么是废土机能风 表面看起来像剪破烂一样 其实有深长的意义 一些以地球墨益或灾难为主题的电影 人类生活在破旧荒芜世界中 他们穿的服装文化叫废土风 然后往里面堆一些功能性 且带未来科技感的元素 这就是废土机能风 这种风格在游戏中出现的比较多 穿着像一个来自未来的人 Hankers 是这类风格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 从每个季度的系列故事 再到产品设计 乃至商品业的展示 都将这种风格刻画得非常溜 从设计角度看 这类型产品最典型的特点是 多长翅设计 多长翅 导致衣服看起来科幻感的同时也异常复杂 买了一条裤子 一线衬衫夹克 拿到手我就后悔了 这么复杂 早知道就不做这品牌了 先简单看一下衣服上有什么 款式 前中有一个搭扣盖住拉链 两侧的抽层可以锁紧侧方 并非贯穿掌圈 六条抽层替代鹅仔 可以穿小小的战术腰带 两个拉链带 侧后方有一个壮色的拉链风琴带 形状和手枪合差不多 估计是用来放激光枪 袋子打开 上面还有一个口袋放子弹 左 右两个 双枪 后方一条长拉链 底下长的折剑 可以拓展裤管宽度 拉链中的反装效果 防水效果更好 也是左右两条 裤脚处盘子和相巾收紧 盘子内加了海绵 和前中大门 袋盖上的一样 功能未解可能只是好看 枪带上厚蓝链边 拉片上 弓制扣和金属环上有些代号代码 数字多才有科幻感 因为你还会发光 以上部分在穿着中会使用到 例如放枪 那以下部分穿着中没使用到 但十分影响穿着 裤子没有传统意义的腰头 也没有前后浪 取代这是各种各样的拼接缝 前面一条两条三条 后面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七八条 缝多线条才明显 有未来感 在结构上能实现更多的造型 以功能符合机能的要求 但穿着的同时同样也容易刮 有些缝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裤子贴合身体 例如前后浪 现在没有了 其他缝是否能弥补贴合体型的要求 从穿着体验来看 其实是拔不到的 特别是前后裤裆底 与大腿的后面 无法做到贴合与利索 或者从风格角度来含量 衣服偏重的是造型与执视感 部分的不贴合及不舒适 是可以忽略的 但有些东西沿用了过百年 存在 自然有它的价值 以上是衣服的表面细节 和以往介绍的裤子完全不一样 复杂到我连画图都觉得复杂 它竟然做了出来 除了刚才描述的贴幅度欠切 及舒适度一般 其他方面 包括颜色搭配 辅料应用 结构分布及功能实现 都很出色 这就牛逼了 在用料方面 作为机能衣服 面料一定要耐造且抑护理 尼龙是首选 但板板尼龙不透气 那它为什么是尼龙薄吗 纯棉虽然透气 要实现同样的耐用性能得很厚 这么复杂的裤子就非常重了 它是60m40m的尼龙 兼顾了所有 很合理 但质感在同类型面料里面不算特别高级 衣服的辅料很多 有七八样 拉链全都是Ideal 拉片上套了塑料套 遮挡赏纸上的结 上面还有印花 很细节 YKK的适合扣 颇有质感的铁环与工制扣 织带 抽绳 猪鼻扣 品质感全部都在线 这么多 还好 这就挺了不起 裤子的做工除了后侧拉链贴比要皱 影响美观之外 其他地方 这样的复杂程度能达到此水准很好了 尤其是裤子里面接缝的处理 每一处都细心对待 穿着体验裤子唯一也是最大的问题 是后拉链中间 膝盖这里 湾区的拉链无时无刻顶着膝盖后面的割窝 给你一种想摆脱但又无能为力的痛苦 另外一件衬衫 设计概念一样 枪套放在前胸 拿枪顶 这样拿 领子的领座设计很特别 前中和后中设计的特别高 后中的膏穿起时会露出一部分 衣裳素质有未来感 前中的膏 让前领身变小 闭合时领子抬得很高 越高越有形 翻开时 领面也很大 这种铺起的小铁带在三四品牌中很常见 优点是立体感强 容纳量大 制作简单 上面两个魔术贴老实说有点掉价 前座爱丢双拉头的数字拉链 两侧也有 后面的分割与拼接 穿起来像套了一件背心 好看 款式大概是这样 衣服不太适合单穿 面料贴身穿比较硬 缝都刮右 前中还有一条拉链 里面最好套个T恤 穿秋季节穿比较适合 做工以细节和刚才裤子一致都比较好 长套要模特穿穿看 模特学类一双有型的鞋子 只配饰搭配不出这一服的裤线 裤子1798元 衬衫1298元 都不便宜 但是想用了一大串辅料 一系列的结构与细节 将一个复杂到只存在电影及柔式中的款式做了出来 并且工艺及做工都还不错 细节效果及概念一流 这种售价属实不高 但它存在的价值更多是满足喜欢概念性 及风格化的买家 别是追求高的舒适度以及易传达性 这都不是它的擅长 Hankers刚刚都是想展示 一说到他们对未来的概念 就像拍一部未来的影片 衣服 只是里面其中一个道具罢了 单纯把其中一个道具拿出来分解 其实意义不大 想更深入了解 Hankers可以关注它的官网 感受它整个系列画面 或许可以看到它对未来的理解 并不在简单一件衣服上 对于这个品牌 无论产品是否是自己穿得好不好看 有没有缺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这个领域 我们国产的品牌走了出来 关于未来 关于科幻 关于梦想 国人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虽然起步无比艰辛 但终会令人瞩目 今天分享了三个品牌 总体比较好评 STIL 强在用料品质及小细节 版情小有问题 不存在啥高性价比 但也不康 风格适合可以淘汰 Testly 适合追求高品质 是休闲感 以轻度法事工装风的朋友 Hankers 关于机能 关于未来 关于梦想 这里都有比较好的答案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以上评价 请个人观点 不存在任何买卖节律 视频对你们有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